赵长河在和天灵子答疑解惑,实则也是在动摇他的心智,让他产生挫败之感。 而夏迟迟才懒得那么多废话,他负责动手。 枪!在赵长河最后一句话落地之时,冰魄破入天灵子勉强挥出的剑网,林立风锐地肃杀剑一直冲灵台。 天灵子这才发现,这女人比赵长河强多了,这他妈是个密藏级高手,便是和自己公平一战也不会逊色多少的狠人。 枉自己一直被乾隆第一赵长河的名头吸引,以为这俩是赵长河主导,想不到这女人才是主力。 这回体内剑气如脚,毒素坟精,状态一塌糊涂,哪能面对这封锐无匹的白虎之牙。 区区一剑之间,她的剑路就直接被击散,根本凝不起像样的抵御, 只得借由不法玄妙,再度闪身,顺便踢起地上一个半死的金钱帮众杂向下迟迟,试图阻拦片刻。 同时身躯直冲通道口,就要跑路。 眼前血光大起,龙雀呼啸而来,赵长河早在天灵子气地吐血,说我们昆仑这里人人阴险, 这对狗男女根本毫不逊色,这赵长河的豪迈侠名到底怎么整出来的,把这丝丢在昆仑毫不为和好不好。 然而,这个打下手的也不是吃素的,连伤带毒的天灵子还真突破不了这一道封锁, 无奈横见一架,玄妙地身形顿指。 身后冰魄迅若雷霆,以至后心。 天灵子只来得及扭伸避开要害,冰魄擦着肩胛骨滑了过去,差点把他手臂给切了。 区区几个回合,天灵子已经跟个血人一样, 煮着剑板跪在地上喘息,瞪着两人的眼睛里都是怨毒, 说的什么反感,说的什么侠客,你们也不过是为了抢宝物而已。 赵长河横刀架在他脖梗上,淡淡道, 这你就错了,这丹炉里的东西我还真不要, 因为我拿了就真没命离开了。 天灵子愕然,夏迟迟微微一笑。 他还想提醒赵长河来着, 看来这小男人至今名扬天下, 真的不是侥幸吹出来的,没比自己笨吗? 那是不是以后自己可以笨一点? 却听赵长河叙道, 毒蜘蛛已经可以模拟运用这里的毒素, 要么是已经破解了毒素, 要么是取走了某件关键物品。 既然都能做这么多了, 本来也可以直接开炉取东西了, 却一直没开,总不会是留着等你分吧? 天灵子 我又不知道毒蜘蛛可以用这里的毒素了。 赵长河道,之所以不开, 想来想去也只能想出一个原因, 就是开启需要很多时间。 之前此地毒素没散, 它也无法长期驻留, 所以还是需要你们这个毒计做完才行。 那个墨玉令牌没被取走, 原因也很明白了, 就是它留着让你摸的, 本来偷袭你的人该是它, 现在换了我们代替而已。 天灵子 这个丹炉的开启, 要么需要极强的力量暴力破开, 要么就是有个开启的法门, 多半只有掌握了核心之物的毒蜘蛛能解。 赵长河叹了口气, 毒蜘蛛被人捉了, 不是我俩干的。 这位捉着毒蜘蛛在外面等着的前辈, 可以做事我们杀你, 却不会让我安安稳稳取走宝贝。 只要我不碰丹炉, 大家没有冲突, 多半是可以离开的, 是吧? 到圣前辈。 通道之外传来飘渺的声音, 你知道我在外面。 有人捉了毒蜘蛛, 自然会有后续呀, 总不会是捉去玩的吧。 那你为何知道是我? 天灵子贩卖上古器皿, 别人都猜是不是和盗门有关, 颇为顾忌。 前辈更不可能没关注, 我觉得这撕打的主意, 有可能想连前辈一起坑尽毒力。 这直接把前辈算计其中, 前辈却一点表示都没有, 不合情理, 必然是暗中在看着他在玩什么花样。 赵长河想了想, 又补了一句, 所谓前帮主的后台, 多半就是前辈, 他向天灵子挑衅都有可能是前辈受益或者默许的。 那声音开始笑, 不错, 既然你知道我一直在关注, 那你为什么还要自陷死地, 不怕我连你们一起杀了? 昨晚我让天灵子通传前辈, 赵长河求见, 无论他有没有真去通传, 想必前辈既然在关注, 当是知道的。 我本来就要见前辈, 在哪见不是见? 赵长河所幸道, 赵长河求见到圣前辈, 请前辈现身一见。 笑声越发接近, 赵长河眼前一花, 一个老者拎着干瘪的毒蜘蛛出现在屋中。 赵长河下迟迟同时鼓起了眼珠子。 这不是昨晚卖馄饨的老头吗? 堂堂道圣, 亲自卖馄饨。 是了, 那是在玉坤邦附近的街上, 从头到尾玉坤邦在做什么都落在道圣眼中, 包括昨晚自己去买葫芦, 道圣全都看得一清二楚。 叶无踪微微一笑, 你要见我, 岂不是早已见过? 赵长河。 一直没说话的天灵子, 此时忽然挣扎起来, 师父, 师父救我。 我可没算计师父, 出师之时师父说过的, 我对外不能自称道门之人, 但可以借用道门威慑, 我此举没有违背师父的意思。 尼玛这还真是道门的人。 叶无踪的目光落在他身上, 还是微笑, 其实你就算是算计了我, 道也没什么, 你离开之时我就说过, 道贼出师, 各凭本事。 对对, 天灵子喜道, 向斯蒙偷了师父的东西, 师父也不计较。 叶无踪笑容依旧, 但既然各凭本事, 我又为什么要救你? 天灵子喜色将在脸上。 叶无踪伸手轻柔天灵子的脑袋, 仿佛慈父般低语, 你若真骗得了我, 像思思一样, 算你本事, 老子只会高兴。 但有外人光明正大通传找我, 可能涉及宗门要是相伤, 你也隐瞒不报。 既然没把自己当道门一份子, 那就永远不要当了。 天灵子亥然, 师父, 饶。 话音未落, 叶无踪手中暗尽以土, 天灵子天灵碎裂, 满眼悔恨地气绝身亡。 赵长河收回了压在天灵子身上的刀, 河下迟迟一起揣手手不说话。 道门显然也是邪魔外道, 果然邪得要命, 这杀人的理由真奇葩, 骗你害你反而没事, 外人通传隐瞒不报反倒是大罪, 杀起徒弟来不眨眼的, 指望这真是个慈祥的卖馄饨老头, 还是算了吧。 结果叶无踪的目光落在他们脸上, 倒还真有几分慈祥, 找我什么事? 呃, 其实我找前辈喂的并不是什么宗门要事, 找长河挠挠头, 不过现在既然说到这了, 我觉得道门和四象胶可以谈些合作。 下池池果然接口道, 是, 四象胶很早就想和道门谈谈, 只是一直找不到人。 呵, 夜无踪幽幽道, 如今的四象胶在人事纠葛涉足过身, 与我道门之意不合, 大事上没有可合作之处。 当然, 大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全在唐婉庄通缉令上, 某些层面守望相助还是可以的。 赵长河 夜无踪道, 这种合作不值得你我亲自细谈, 我对赵长河要找我的事更感兴趣。 下池池便不再多言, 转头看向赵长河。 赵长河叹了口气, 我想求一门摄取类功法, 原先在想, 如果我帮前辈弄死天灵子, 算不算一个人情来交换, 可现在看来, 都在前辈掌握之下, 我这人情有点脱裤子放屁, 也说不出口了。 摄取类功法, 夜无踪脸上在起效益, 为了用储物戒。 赵长河汉言, 前辈这都知道, 我当然知道, 我还知道你脸上抹的黄泥 都是我的独门配方。 赵长河猛地醒悟, 此刻自己还是抹成王道中的, 不由大汉, 玩独子了, 这算不算盗取了道门核心秘籍。 却听夜无踪叹气道, 什么狗屁东西, 瞎抹一气就叫易容了。 思思难道没有告诉你, 易容的核心是演技。 赵长河飞快地偷看了下迟迟一眼, 见他似乎不知道思思是啥玩意, 暗自欲了口气, 快速道, 我演的还算可以的吧。 可以个屁, 夜无踪大怒, 背着把阔刀自称王道中, 除了猪头之外, 谁他妈能上这种当? 连随时变化装扮隐藏道具的必备储物界都没有, 你学个屁的易容。 拜老子名声, 赵长河, 却见夜无踪随手甩出一本册子, 这是控鹤宫, 下次再让老子见到你易容改装还他妈背着大阔刀, 老子亲手费了你的易容, 你你妈呢。 推一本你只是个玩家罢了。 他背后是应龙, 他背后是阿努比斯, 他背后是羽舌神, 还有他。 沈飞, 我是玩家。 他们也是玩家, 而你只是个普通玩家罢了。 沈飞, 我也不普通。 哦, 沈飞, 我有才艺, 我会吹唆呐, 嘟嘟嘟把他们都送走。 你认真的? 吃起来啦。